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天早上的天理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天的天氣和昨天差不多 仍然受著東北季風的影響 回顧外面的最新情況 到了今天早上6時為止 各區的最低氣溫普遍低乎17至19度左右 至於天色方面 在衛星雲圖中可以看到 華南地區的雲量開始增加 所以香港今天的天氣亦會比較多雲 不過這些雲團去到日間的時候 是會略為轉搏 所以今天仍然會看到一些陽光 所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多雲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1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看看一些風場的預測 預計現在影響我們的東北季風 慢慢開始會被一股由南美而來的 海洋氣流取代 香港的天氣在未來幾天 亦會變得潮濕 而且還有些霧 另外氣溫方面 受到這股海洋氣流影響 在未來幾天的氣溫 亦會逐步回升 所以展望香港未來幾天的天氣 會是潮濕有霧 天氣是和暖的 各位要留意了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再見